我跟你講,為什麼會想要攻擊別人? 那就是因為你自己的店不行嘛 你不行,你憤怒 所以你才會各種的去攻擊人家 先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有的客人說 因為有蠻多個人私訊 我說為什麼我這個地方有接 那個地方有接 但是我從 我不會輕易去說人家的壞話 我等一下截圖 他說 為什麼那個錢包在哪地方? 我說 這台全車改設 基本上不太可能 沒有地方不接 尤其是錢包地方 但是這不一定 你要看車型 因為每個車型不一樣 所以 為什麼 常常客人都問說 這個錢包多少錢 就說這個引擎蓋多少錢 我很難 我很難去報價 因為現在的車型太多種了 你說引擎蓋多少錢 對不對 你覺得 遇合引擎蓋的價錢 跟528 甚至730的價錢 有可能一樣 不一樣 因為這個大小的差異性 可能太大了 那 我當時就是這樣回課了 因為我不會隨便 我不會像某些人 他看到你接 就說你這個功力不行啦 功力不請這樣接的話 或者是看到你拉 你這個拉了後期一定爆 我從來不講那種話 我只會 我會點出說 這樣做是不對 但是我不會去 攻擊說 那間店他都是那樣子 或者是說那間店 就是不行 我從來不講那種話 前幾天有一個客人問我說 他 雖然說他講話沒什麼破綻 不過我各 我覺得他應該是同檔的 然後他就說 為什麼那個錢包哪裡哪裡都爆 他說是不是功力不行 我說 他說 我也是直接跟他講說 還是你有照片 我說因為這樣子 我也很難去判斷說 到底是 哪邊出問題 因為他說那間店 重貼了三次 然後 那間店是跟他講說 那個 不然錢包的錢 對他 請他去 別間貼 然後那個客人也 到現在還沒戴 但是我也 我也到現在為止 我也沒說 哪邊出問題 因為 他只跟我說 喔 哪邊放 哪邊放 可是我沒看到東西 所以我也很難去 下斷定 為什麼很多地方需要用街 因為很簡單一個道理 就算好 我們今天本張模料過來 他這邊的空間 根本就不夠你去坐進這裡面 坐著再緊繃 他一定是會不夠的 然後尤其是這個時候 因為你要知道 前後保 因為他 他上下是一個圓斧狀 所以前後保一定會很舒服 繃 因為 你不夠繃的情況下 會 會產生什麼問題 因為 而且他很長喔 他是一直 他是一直延伸過去 他這時候你不繃 坐下去 你上緣那個比較爆 你上緣會整個全部都做不起來 當你一個很繃的情況下 這個腳要做下去 你的掉一定會是不夠的 因為 你從這邊切 從這邊 或者從這邊切 或者從這邊切 都是不對 因為 從這邊切開 如果從這邊切開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這個腳 因為它本身 它這個區塊的 它的料就是不夠的 所以當你要做進去 所以為什麼要接 因為 你看 當你做進去 你會發現你料不夠 現在 如果裡面是白色就很明顯 你看 可是問題 這邊露 上面也會露 為什麼 就是因為 這個地方 它的這個料就是不夠 不夠 你去貼這個上面跟下面啊 那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你就只能接 沒有別的辦法 那 接 接是一定會接 但是 怎麼接 接得好不好看 不是說接就是 功力之型 或者 對不對 人家那個 日本專門在改GTR的 人家那個大包也是打Suricone 但是Suricone有辦法打到一個 跟一個藝術品一樣 那也是 它的本質啊 所以這種東西沒有什麼一定 就是 你這個用接的之型啊 因為 HIGHCHENTER到很多方剛面面 就譬如說 前保的款式 你用的模料 對不對 你可能貼一些比較特殊的模料 或者是 有花紋的模料 你就 你就是不能那樣的去拉承它 那這時候怎麼辦 就是用接 而不是說 你看到人家接 就開始在那邊 喔 你這個不行啊 那都用接的人 怎麼樣什麼的 對不對 我跟你講 為什麼會想要攻擊別人 那就是因為 你自己的店不行嘛 你不行 你憤怒 所以你才會 各種的去攻擊人家 對不對 為什麼要接 原因就在這邊啊 因為這個地方你不管怎麼做 因為它 就跟什麼功力什麼 都毫無相關 它就是 單純的 它這個地方就是掉不夠